好安 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一起来关心天气资讯 首先警报单来看一下了 目前至于台湾越来越近了 速度变快了 而且还有增胖增大的趋势 目前是轻度台风的上限 有机会达到中度台风的下限 到时候看到这个地方 虚线的这个圆圈圈 这就是24号明天早上8点钟 暴风圈就会出路 出路之前 今天已经先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至于陆上台风警报 最快会是在下午的2点半 最慢则是下午的5点半 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目前海上的范围 看到了基本上都是东南部的海岸面 目前这个海上活动请暂停 就怕会发生危险 另外影场的时间表一起来关心 这个影场的时间表 从今天开始 您会感觉到天气好烟热 西半部地区空气品质拉警报 但是晚上开始 环流开始靠近了 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 另外明天开始 台风最接近台湾 到时候早上暴风圈一触路 开始风雨交加 东半部地区 东南部地区 以及南部地区 首当其冲 再来是前世路径图 我们可以关心一下 这一次的台风的最接近位置 就是在这个恒春半岛加上 好这东南部地区 所以有机会会在恒春半岛登陆 但是各国怎么说呢 好一起来关心各国的路径 现在预测最北端的就是 韩国气象局认为 有机会是在台东触路 但是中央气象局认为 有机会是在恒春半岛 到底谁会最准呢 明天就会揭晓 但是不排除 持续往南修 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太强了 好是牵着台风走 所以提醒观众朋友持续锁定 中天气场直线 对 没关系 太平洋了 打听好 对 谢谢大家